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18号召开会议 习近平强调 要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同世界卫生组织紧密合作 加强同有关国家在疫情防控上的交流合作 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向82个国家和世卫组织非盟 提供援助 中国的很多企业和民间机构 已经开始向有关的国家提供捐赠 直接参与一些救治的一些工作的 接着来组织中方的救援力量 来参与整个意大利的防冲工作 中国捐献的是我们非常非常急需的物资 能够救很多人的命 再次感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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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国的一切的救援力量 这是一个模式为何其他人都应该做的 中国所做的一切堪称典范 全社会都响应号召 担负起了防止疫情扩散的责任 中国还把自己的疫情防控经验 通过视频 网络等各种方式 与世界各国分享 这为我们赢得了时间 让我们少走弯路 习近平强调 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刻 中俄相互支持 守望相助 开展了密切合作 中方坚定支持德方抗击疫情的努力 如果德方有需要 中方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方坚定支持西班牙抗击疫情的努力和举措 愿分享防控经验和阵容方案 中国这份恩情 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能忘记 中国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患难之交 我们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回报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晚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晚 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 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晚 同埃及总统赛西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 这段时间疫情在全球多国多点爆发 事实在此表明 人类是休期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将从各国一道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加强国际防疫合作 携手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 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习近平指出 病毒不分国界不分种族 全人类只有共同努力 才能战而胜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